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反转很多的电影《完美逃亡》 电影中关于杀人凶手的真实身份一直在跳转 让人始终看不清楚真相 到了最后一点才真相大白 观众们才恍然大悟 看得真是十分的动脑和暴爽 电影开始就是一场十分幸福的婚礼现场 随后初贺和当务这对新婚夫妇就开始了一次蜜月旅行 他们路过了一个商店准备购买一些补给 初贺大把的现金让店里的搬运工都看呆了 而当地却在此时发生了年轻夫妇被虐杀的案件 他们开车上路正好碰到了一对行李招手求搭车 初贺非常不以为然的停车了 而当务却不是很高兴 这对陌生夫妻也是在这里旅游的 男的身体非常健硕 身上的纹身让初贺有些不舒服 但是女的却十分的热情 给当务介绍着自己的结婚旅程 男的似乎察觉到了初贺当务的不欢迎 于是把女的一喊下车了 到了目的地初贺当务十分开心 开始四处游玩 当务差点掉下悬崖 被正好路过的大雄拉了一把 于是夫妻俩就和大雄一起同行 经过简单的了解得知 初贺是一个编剧 而大雄是一个退伍的军人 他还称在一个任务中自己被炸伤 后脑勺还是个合金头骨 夫妻俩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却感觉大雄有一丝危险 他们来到岸上几个人正在吵架 原来他们讨论起了 最近发生的夫妻被杀案 警察说是一男一女 就像电影天生杀人狂一样 而且凶手的照片已经发在网上了 可是附近却没有信号 几个人都被吓得落荒而逃 而当务却坚持继续走下去 大雄表示要带他们去一个秘密瀑布 而初贺却发现了 当时在路上找他们打车的夫妻俩 秘密瀑布中只有大雄的妻子静香 两个人十分不避嫌 让当务感觉十分尴尬 之后当务也开心的在瀑布中游泳 但是初贺却依然想着那个杀人凶手 他上山开始搜寻手机信号 却意外再次碰到了被抛弃的路人情侣 面对身强体壮的男人 初贺非常的紧张 因为男人一眼看穿 初贺把他们当成那对杀人犯了 初贺开始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而大雄也感到解了围 四个人准备离开 而初贺却表示 去下一个景点的通行证不见了 他跑去翻了路人夫妻的包 发现了一张假事官的名片 之后四个人继续上路 大雄说了很多关于战场危险的事情 而他也全身武装 这让初贺夫妇非常的担忧 而在之后的途中 初贺和当务两个人用手机搜到了凶手的照片 初贺怀疑身强力壮的大雄就是凶手 而当务却感觉是初贺想多了 金香是非常亲近的人 对岸的大雄夫妻俩也表示 初贺似乎有点不正常 等到他们到了露营的地方 却突然下起了雨 大雄随手向初贺扔去了斧子 初贺却轻松地接了下来 大雄笑着说 初贺的身手不错 而这时不远处 一个人影闪了过去 大雄一直盯着树林看 他表示可能是一头羊吧 之后就开始武装好一切 拿出自己包里的弓和猎枪 邀请初贺一起去深山老林里打猎 在命令中 大雄表示自己和妻子根本不是凶手 而且有两个人一直跟踪他们 不知有意无意还路过了营地 之后两人搜索 初贺发现了一堆陌生人 就在这时 背后出现了电影开头超市的搬运工 搬运工表示 初贺的证件落在了店里 自己就一路跟随了过来 雨停了 初贺一人回到了营地 而大雄却带回了自己的猎物 而静香已开始利落地分解着这头死路 熟悉的手法 让初贺夫妻俩有些害怕 打算走人 第二天警察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之前初贺等人碰到的路人夫妻俩被抓 警察在他们的包里 发现了一盒新鲜的牙齿 这时大雄等人开始笑 他们都以为对方才是凶手 这下可算是真相打白了 四个人继续游玩 初贺邀请大雄一起下海 就在这时 静香发现了帐篷旁边 初贺夫妻的摄像机 里面就是电影开头的那场婚礼 静香看着看着就发现了不对 这场婚礼的主角 根本就不是初贺夫妻俩 而是掉的那对年轻夫妻 他疯狂地冲去海边 希望大雄回来 可是大雄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 而此时当务也发现静香 已经知道了什么 开始追静香 初贺却带着大雄 去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突然对着大雄开了枪 原来初贺和当务 才是那对杀死年轻夫妇的男女 他们杀了人 搜走了尸体上所有的东西 然后变装成那对夫妻 并且还喜欢拔下死者的牙齿 用来收藏 他们就像是死掉的那对夫妻 体验着他们的人生 初贺扔掉了录像机里的储存卡 没想到却留了一张 结果被静香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而大雄和静香则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两人甚至都准备了戒指 准备求婚 初贺把杀人的嫌疑 推到了壮硕的假士官路人身上 把牙齿和拔牙的钳子 塞到了路人的包里 他丢失的证件 也是故意落在超市的 还把路人的嫌疑 告诉了赶来的搬运工 可是在和大雄静香的相处中 当务开始羡慕这对恩爱的情侣 想要按照现在的身份 一直幸福地过下去 但是在除和的眩说下 当务还是对静香下了手 两人开始了一场争斗 而下面的除和和大雄也不见了 除和真的因为脑后的合金逃过了一劫 静香逃到了几个路人面前 路人却全都被除和虐杀了 不希望这种生活继续的当务找到了警察 在警察的枪口下 除和这个变态终于被枪杀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